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邓魏为何是蛇系男明星?戴帽子蛊惑人心,黑衣高级感爆棚。 2023年暑假的长相思第一季,杨子带领四大男神,为大家贡献了一部甜虐交织的好剧。 其中饰演女主小妖官配图山景的邓魏,更是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喜欢。 现在网友喜欢对内宇的明星进行一些分类,像是猴系、鸟系、狐系等等。 邓魏可能大家以为他是狐系,但喜欢他时间长的粉丝都知道。 其实邓魏是蛇系,而且还是内宇唯一公认的蛇系,这是为什么呢? 邓魏被划分为蛇系的原因? 在邓魏出演长相思之前,他就已经被网友称为蛇系了。 主要是因为这张戴帽子穿格子的图,一双眼睛攻击力十足,还带着一些蛊惑的感觉,让人不感直视。 黑衣自拍蛊惑人心。 还有邓魏平时的一些杂志自拍,偶尔也会流露出蛇系的气质。 像是这张黑衣自拍,只露出一只眼睛,是如此的蛊惑人心。 就像是在伺机而动,准备捕获猎物的蛇一样。 他身上散发的那种高级感和清冷气质,也进一步加强了蛇系的感觉。 还有费加罗拍摄的杂志,好几个眼神都特别有蛇系的味道。 邓魏是来自内蒙古的大帅哥,肩宽腰细腿长,整个人很有和尔蒙。 有专业博主分析了他的长相,邓魏的长相眼卫高眼形偏狭长,眼尾走势有点略微的上扬,是典型的蛇系长相。 因为邓魏饰演的图山景太受欢迎了,因此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是狐系。 尤其是夜时期的时期,那一双尾曲巴巴的眼睛,像极了会诱惑人的小狐狸。 电视剧里他的神石小狐,长得和图山景很像。 邓魏在诠释不同的角色时,就会收敛自身蛇系的攻击感。 邓魏会完全投入到角色里,甚至有种共情的感觉。 所以每次邓魏演不同的角色,他的气质就会完全不同。 演图山景的时候,整个人是温润如玉的小狐狸。 未尝相思线下宣传的时候,邓魏带着毛茸茸的狐狸耳朵,穿着清爽的白色短袖。 这个时候的他,就根本看不出蛇系的蛊惑人心。 因为邓魏的百变气质,当他的粉丝就很幸福。 演员就怕角色气质雷同,这样很容易让人神美疲劳。 有些走红的演员,有一些剧的装造人设太过相似。 但是邓魏就不会,他演了这么多的古装剧,每一部的性格造型都是完全不同的,根本不会让人认错。 演艺角色就跟着人物的气质设定走,最近邓魏是在拍仙台有数,整个人就有点傲娇。 虽然拍剧的时候,因为角色不同气质就不同,但邓魏蛇系的长相,还是很有辨识度的。 内于这份独一无二的气质,邓魏就是蛊惑人心的高级感蛇系花美男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